健身环大冒险到底有没有用 我带着环环去健身房求教健身达人 并在人家面前玩了一下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小林子 你是那个周易军的吗 是是是 就叫你这个名字吗 是的 那好吧好吧 这位就是我今天请来的外人 你健身了有多久了 大概三年左右的样子 至少看上去是很fit的样子 然后至少在女神里也是练得挺壮 弹幕给我备注一下是女神啊 就每次就怕人家说 你小伙子身材不错 胸肌很好 我能不能稍微看一下呢 我不会露出很花痴的脸的 放心 一般女生 一般女生就是我这样 一般女生就在旁边好不好 一般女生 然后我们说说的 有一些小姑娘 这个你看会白白肉比较多 她是很瘦 但其实还是有白白肉 就是可以弹的那种 能看一下吗 这就不是很好意思了 偷偷给我看一下 对对对 就揪我看 揪我看 你知道健身环大冒险这个东西吗 那我大概知道 就任天堂为了骗大家 各种不运动的人来运动 还是蛮努力 这个就是健身环大冒险 它这样的 一个是左边的插到这里 绑在腿上 还有另外一个右边的手柄插在这里 好 一开始她会选择性别 然后体重 大概也就 然后运动经验 就是平常是完全不运动 还是经常运动 就这么的 她没让你选身高吗 对没有身高 对没有身高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通常你可以用力的时候 用嘴巴吐气 然后放下去的时候 用鼻子吸气 好 感觉很棒 接下来是针对背部的伸展运动 如果你的呼吸会怎么样 要不踏出 只是说 如果你的呼吸节奏好一点 对你来说保护会多一点 我们经常会碰到运动差气 感觉一下背肌是否有体质 辛苦了 然后就都已经结束了 大魔王叫朵拉公 然后我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这个环是叫灵环 就灵环它会说话 然后特别的呱躁 然后在我们两个配合之下 要去打倒大魔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傻屌的故事 它这样子的话是可以 有空气泡 拉的时候可以吸经地 就是打怪是吧 对 打怪了 我是黄色的 这个甩手的动作 和那个黄色的怪是一样的 所以对它造成的伤害 是比较有利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动作 来 还要接受它们的 但你没有伏击怎么办呢 上下最压的时候最讨厌的动作 你管只靠手 对啊 因为你核心不比较 你可能只靠手 你的手会特别累 你至少是全身都在帮你 稳定跟用力的 对啊 在干嘛做深蹲 后面有点傻 有 膝盖比较内扣 对啊 因为深蹲是经常容易受伤的一个动作 所以很多人做深蹲的时候会内扣 就是很轻松啊 起来起来 我们是亚洲人 我们会亚洲蹲 但实际上你的力线 你下去的重量在这里 你如果跟你的脚尖的方向不是一起的话 很容易膝盖受伤 尤其是像这种游戏 它如果过程中快 你可能会有很多深蹲跳 很容易在这里 你不要跌在这里 你要尽可能地维持它的一个力线 慢慢倾倒 慢慢回来 它上面提示你用鼻子吸气 现在效果 吸了 OK 很厉害 很好 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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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 在游戏过程中 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屏幕上 他不会过多的关注 自己动作是否做的标准与否 那这样的话 可能带来的风险 是受伤的概率会变大一点 那你觉得他这个搭配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的 比如说他里面 基本上你一个攻击动作 都是十几次 那我们实际上 如果真的做运动的时候 那些小的动作啊 练技术的耐力啊 基本上都是 十次到十二次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必须要他试一试 万一我等下也累得半死 你把这来掐掉 对 你都没激烈了啊 你不激烈这个 我都没见过激烈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空气泡是推的 推就有空气泡 他要推好用力啊 他要推好用力啊 分数好高 我从来没有拿那么高的水 教科书式的盛怼 这个好像也不是很难 我也喜欢 他会给一些这种小tip 有用吗 就是不要摄取态水化合物 其实是个很绝对的说法 就是什么是态水化合物 其实说白了就是糖 你吃的米饭 馒头 面包 都是就是你平时认为的是主食的 它这些其实都是态水化合物 如果你不吃肯定是能受到 但是如果你长期不吃 或者低于那个摄入的要求的话 你可能基础代谢就会降 身体认为你 我操能量不够了 省着点花 你就会越来越难受下来 稍微控制点是有用的 上面的话是所有的动作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跟真实的在健身房 健身的差别 但他这种一般都算 复合动作比较多 你看他练背跟那个臀部的 像这种就比较少 他都没有练背的 他都没有练背的 他一个都没有用 是 基本很少练到 有些动作会练到 但是他不会练到特别多 去健身房的区别就是你会针对你 比如说某个肌肉群胸肌 你就做一些动作 你发现有人在那边龙门架拉的时候 他就是纯针对你这一块肌肉群 做重量训练 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 这个偏那个高强度间歇 就我们去做HRAT这种 它还是偏有氧的 其实 如果你想练出分明的肌肉线条 那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但它绝对可以帮助肥椎 就是动起来 在健身房的时候 也经常就是练得比较好 他可能会拿一个杠铃在上面 他其实很练你上身的平衡 因为常见的错误动作 做深蹲的时候 他们会这两个弯腰 但其实是要求你上半身这样的 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或者是在颈前的方式 让你强制把你的背抬起来 当然我刚才发现了一个捷径 就是你把电视机抬得高一点 你深蹲的时候也能控制 你不要抬下来 对 对 这个东西我们叫有螺丝转体 常见错误是靠你的手臂带 你好像觉得很轻松 是不是 其实是靠你的整个街上半身 和你的腹一起转过去 带着他 就是你这个地方甲车是个甲直 是靠你的核心 所以我刚才看你有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就很轻松这样是 能很快 但其实是靠核心转过去 难度高一点就是抬膝这样 然后有些人还放弧铃在这里 用重力 其实是靠腹部 不是靠手这样 很轻松 大概是 是靠腹部 要不干脆为我们这个 一般宅男 建一个他们适合的清单吧 是这样我觉得宅男比较痛苦的一点就是 他下盘基本不动 还有这个地方不动 所以如果有 如果有像那个深蹲啊 这些动作 还有包括能练到你的上背部的这些动作 建议多做一点 这个清单就是推荐大家 对 那要不最后整体说一下就是 他跟你们平时健身的时候的那些差异吧 就是首先我承认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好的 原因是在于你不要看即使像我们这种健身 比较久的形成了一定的我们叫肌肉记忆 就是你不练都会难受的 我们在有练一些动作的时候 或者每次有一些训练前 比如说练腿嘛 之前我们也会心里挣扎很久 能拖就拖 然后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也会的 那他其实是给大家消除他对于健身的恐惧 对于这种无聊的那种 就是那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是能消除这些 就降低了健身的门槛 能让你投入到运动中去 0到1其实比1到10更难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 然后还有第二个好的一点是 我觉得他设置动作的时候 其实应该已经做了充分的需求调研 他应该是能明显的 就是首先这些动作呢 其实在健身的里面 就是有常见的有原型 第二点是说 他的次数安排算是比较合理的 比如一组10到10几次 他比较轻松的练静态的动作 他就会让你做50次 他应该不是没有算过 就这个方面设置还是比较科学的 不然你想深蹲 让你上台做50次 以后面的怪可能老板把你弄死了 大概是这样 然后不好的地方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因为 如果你是真的 你的目标是要练得很好 追求就是万里挑一的身材 那他这个是帮不到你的 然后他只能说是 如果你真的要练成那个样子 那你其实在每一次你的发力 你可能都要想 我发的对不对 是不是该用这块肌肉 他这个东西就是会容易让你分心 比如你可能不会过多的去想 我动的时候标准 我只想把怪打死 你的目标会转移 我的建议是说 对比如说平时不愿运动的人来说 你甚至上面的拉伸 我觉得不是很充分 你可以自己多做一些拉伸 热身运动 不要忽视这些 这个很重要 因为真的受伤 就是猝不及防 锻炼受不受伤 这个事情是一个概率的 如果今天我运动受伤了以后 正好可以去玩 任天堂 SWITCH里面的其他游戏 可能就 是不是就更好 健身环大冒险可以帮助你 完成健身当中最难的步骤 也就是从0到1 帮助你用更少的时间 更少的毅力 达到维持健康 增强体力 减肥瘦身的效果 但想要让人尖叫的身材 那这是通关健身环大冒险之后 在考虑的事情 那么如何才能买到呢 我在评论区贴上了 最低价的购买链接和购买方法 有需要的朋友自取哦